一瓶礦泉水蠟的含量比較高 會有少少鹹味 如果蓋的含量比較高 會有少少潔的味道 喝完之後會有少少dry的口感 農味一點的食物 通常都會配一些礦物質含量高一點的水 清淡一點的食物 就可能喝一些礦物質含量低一點的水 反而喝一瓶礦物質含量高的水 就會搶食物的味道 如果吃甜食 甜食應該配一些油氣的水 因為油氣的水會有少少酸味 而這些酸味可以中和甜食的味道 如果我們沖茶和沖咖啡 通常都會選擇礦物質含量低的水 因為礦物質始終是一些物質 會影響到茶和咖啡豆去絕取的份量 在這裡做零食的水 和酒量一起去 放一面 再煮一碗 一會兒 再煮一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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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水有稠稠的 礦物質的含量很高 特別是鈣 除了稠味之外也有苦味 所以味道的含量很高 這杯是這一瓶 我揀個《白癡》 離開《白癡》 我揀個《白癡》